近日有一张杨幂和刘亦菲的老照片被网友翻了出来 照片中杨幂被刘亦菲撑着伞 两人并肩走着 难道杨幂真的曾经给刘亦菲当过助理 很多网友也都认为那时候的杨幂根本没有什么名气 而当时的刘亦菲却已经大红大紫 所以杨幂的片场也只配给刘亦菲撑伞 那么杨幂撑伞的事实究竟如何呢 后来通过网友翻出 更多当年两人拍神雕侠侣时的照片做对比 我们才发现原来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当时他们两个在拍神雕侠侣这部戏 杨幂出演的是郭湘 而刘亦菲出演的是女主小龙女 虽然说杨幂当时并没有刘亦菲的人气高 但是也不至于沦落到去做助理 之所以会帮忙撑伞 主要是两人并肩走 当时又想找女主 所以必须要有的人撑伞 当时两人也因这部戏还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每当到了对方生日的时候 双方都会互相送去礼物和祝福 而通过翻看以前片场的老照片 我们也还找到了刘亦菲给杨幂撑伞的照片